阿赞,昆潘,生于佛丽2441年2月18日,小时候父亲就教导他们几兄弟基本的语法,阿赞昆潘会到附近的寺庙学习巴黎文。 当昆潘第一天进学校上学的时候,老师给了一份测试智商的考卷,当昆潘交卷时,老师看了就说,明天直接上二年级,隔天昆潘又接受了第二份考卷。 当教卷时,老师又指示昆潘明天直接上三年级,三天连上三级,正是被传为佳话,可见昆潘智商之高,而昆潘在中小学时代,每年都名列前茅,而且一有空,就找明师学习玄学及法术。 后来拜师南江少林,法术第一次瓦考奥,学习了很多法术,本身更深历瓦考奥如镜草,精水,延续数日夜诵经,加上师傅还在他身上赐福,才练就昆平之身,乃至有铁皮神探之称。 佛丽2462年的时候,年仅21岁的昆潘考进锦校。 5年后,年满26岁的阿赞昆潘在锦校毕业,开始了自己的警察生涯,随后被委派至八甲龙府当警探。 在短短5年时间里,成功亲手缉拿多名大道,后泰皇封赐昆潘,紧接为一黄帽匾则马吉。 多年后,57岁的阿赞昆潘,也顺理成章地被晋升为了泰国警察八区的首长。 在当地可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警官,阿赞昆潘师傅一生为人正直,清廉,极乐如仇,在职的几十年时间里,为国家与人民服务,深受泰国人的爱戴。 同时阿赞昆潘也是一位非常有修为的白衣法师,泽杜金法乡的创始人。 历史上第一期泽杜金圣物就是阿赞昆潘,在佛丽2530年的时候制作的。 泽杜金也是昆潘师傅最为著名的圣物,正是因为阿赞昆潘的原因,泽杜金这类圣物才会像现在这样受欢迎。 泽杜金佛牌是正牌,泽杜金源自泰国,泰文以为金钱滚滚来,泽杜金佛牌是寄宠敌佛,凝王佛的五谷佛外,真正是泰国家喻户晓的佛牌。 泰国人换泽杜金为天神,认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,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开放一个人的潜力, 提升智慧,还可以助人将所求,所愿之事变成现实。 点个关注,带您了解泰国南传佛教。